春雨精春清五天 夏曼芒夏曙香莲 秋处白秋寒双叫 东雪雪东笑大寒 意见了 我不是 厌不下去了吗 村里机动地是有政策 政策规定要2% 5% 可他现在都快留到10%了 整的家家缺地重 可机动地呢 都卖给那些不动地的了 我们这些老农民的负担 不但没减轻 反而年年加重 得了得了 你是等了还是不等了 我是不能等了 我得走了 我得走了 村长 村长 快别起来 我说多少回了 叫主任别叫村长 你咋就记不住呢 那叫啥不一样 那老娘们和媳妇不一回事呢 快点速点 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呢 这是村委会 知道不 好 我好心好意向你来汇报情况 结果你刺我一顿 我借 啥事儿快说 洗头了 啥事儿 咱村那块机动地 让人给拯了 啥 谁带头啊 我哪知道 不是 你是志保主任 这事你不知道 那你不白仰了你啊 我24小时去看那块地啊 这几天 屯子里头挺消停啊 可不 要早知道这样啊 头几年把地种下就好了 人心不齐啊 叫我说呀 你趁那个头也没啥闲淡 地也不多费一笼 这话叫你说的 人活一口气 大海呢 这田田叫去了 你说 这俩孩子是不是 谁倒 欢迎上啊 我想跟你请示一下 这村民占机动地的事 下不早办好啊 跟我请示啥啊 那不有党委书记吗 党委书记 他党委书记不得听大哥的吗 小果遭着议论啊 我告诉你 你们永平那块机动地 是张县长画的圈 谁都不能动 这事 你得请一下陈书记 他是一把手 他说咋办咱咋办 我怕我一个人能顶着吗 机动地又不是你们一个永平村友 再说了 你不有一帮哥们吗 还是乡长考虑的全面呢 一枪打俩呀 那啥 啥事 我们这几个 有个事得跟你汇报汇报 这差事我们不想干了 咋的呢 你不干得好好的吗 哎呀好啥呀 还好呢 这闹心呐 这没法干了 别说情绪话啊 有事说事 你说这 这老百姓你胆也太肥了 这谁也没请个事 那机动地说中就给都种上了 你可不 陈书记啊 我跟你说实在 这都是他们永平给影响的 我跟你说呀 我们村好多人 都奔着机动地使进去 你说这要不解决了 我怕整不了啊 一开始我合计啊 那地种就种了 反正地嘛 就是种的 谁种谁得利嘛 后来我想这不对呀 那机动地是县里准备开发项目的 那不是要开发绿色庄园吗 那这事 你们没请示华厢长 那啥 陈书记 你不是一把手吗 那干嘛 你不是一把手吗 我们一寻思吧 还得跟你说 难算吗对吧 你们回去告诉华厢长 让他看着 该咋办就咋办 哎呦 领导 这意思我们明白了 对 那我们先走了 走 那走吧 那咱们就 那我回去了啊 走啊 你忙着吧 你忙着吧 好嘞 就按陈书记说的办 一 把闹事给我抓起来 二 回他 他能住你就不能回啊 李廉我告诉你 老百姓这玩意儿 你恭敬不得 越恭敬他就越没样 咱当干嘛 咱当干嘛 公铺也好 为人民服务也好 但有一条你要记住 当干嘛不是当孙子 对 要都为了当孙子 就没人削减脑袋 往这里头钻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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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多厉害啊 都快当领袖了 是不 组织上啊找你啊 给你踢把踢把啊 臭流氓啊 骂谁啊 把他给我扣着 扣紧的 干啥呀 干啥呀 你一伙人把咱村那块 机东地都给种了 那你家的啊 你大呼的 你说中去种啊 你没犯法 你那法犯大了 我跟你说啊 你让大伙说说 犯大事的你 到底是谁占谁的地 对 谁占说说 到底是谁占谁的地 干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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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都向下听到 干啥去 干啥去 我咋的 起来 咋的 我说咋的 那怎么就抓个人 那么费劲吗 啊 哥 你是不是知道 那老百姓全都炸了 全从我来了 这也就是我去吧 我告诉你啊 我再交给你的事 你要真办不好 我可跟你借了 啥事啊 毁地 毁地 对 你当总指挥 大家现在听我指挥 听见 现在开始 毁地 我们会让你 走 走 跑 来 快 快 快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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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天晴 不好意思啊 徐大帝失踪了 失踪了 从我这儿跑出去的 好事 是好事 说明他通了 听好消息吧 是是是 我是徐大帝肚子里的蛔虫 好 真是 那怎么能席办呢 咱们对付一口吧 行啊 整去吧 我说这都是组织上正常安排 甚至可以说呀是提拔重用 这也不发烧啊 怎么竟说胡话呢 你听我说你 提拔重用 提拔重用给你往那儿怼啊 谁不知道秀水是个又穷又乱 你碰地方 又穷又乱才需要能忍的 要不县里能拍我去吗 那是拿你虎呢 自己还不搅呢 你敢讲这儿误会 也对 那是拿我呀 当一员虎将 明白了 我跟你说一句话 你听我说啊 你说落后的地方 一是锻炼人 二 特别容易出成绩 在榆树这么多年 你成绩还小啊 你 大帝啊 你真得多个心眼了 别让他们再忽悠你了 那你说怎么办 跟县里说说 咱不去 也行 那就不去呗 那代价可大啊 啥代价 就地免职 吓唬你 我都快五十岁人了 吓唬不吓唬 我听不出来啊 大帝啊 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 你也不是不了解我 你说 我从来没求你 在人钱显贵吧 咱就图个平平安安的 比啥都强 咱去不了县里 咱就在余术 这老少爷们跟咱不革心 你就当不了这官 当平头百姓也挺好的 那你要非让我当个平头百姓 也行 省心是不是 就是 那我现在就给天香挂电话 我说我不去 我老婆不让通讯让我去 好不好 我也没说让你现在就打呀 一会儿啊 我跟你说实话 你看 咱们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 你像我扑腾到一个党委书记这个位置 容易吗 太不容易了 都说吴官一身轻 当官这么不好弄不好 其实我没觉得什么不好 真的 起码你不下地干活 是不是 你不下地干活 你少挨累 而且汗烙饱收 是不是 还能坐着小车 这多好啊 这里说你说干点工作 那还不应该啊 你拿共产党的钱 你不应该给共产党干事 你干好还能提拔你的 真的 你说家这么好的餐事你哪儿找去 但是啊 这件事呢 我还是听你的 你说让我去我就去 你说不让我去 我真就不去 虽然你是我老的 就你那驴脾气 我能见过你呀 那你同意了 干你讲话了 那是咱自己说了算的事吗 你这个老婆 我哪儿都 准备收拾东西 先不告诉孩子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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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热呢 这都卖啥的 老店长 再会有你催的了 你还有一笔啊 给啥 看系里不有国旧爷子 从今以后你就到夏宇江呢 国旧了 你瞎比啥呀 那是外甥和舅舅 我现在是姐夫和小舅子啊 差倍了 说不说的 我那小舅子对我呀 啥时候都是毕恭毕敬的 徐大帝和他老姐姐 那也是没比的 啊 我活这么大岁数 没见过姐姐和弟弟处得这么好 这个懒貌 那个重咳嗽 这小子也算是争气 没白下我们老两口疼他一回呀 白疼了 你说啊 你说啊 才几年的小孩牙子啊 一晃 当着书去了 还当在家跟钱呢去了 说不说的 那小子摔头也是真好 眼睛没有活 有一年 也就是他七八孙 七八孙吧 徐大帝七八孙你就见识了 啊 他什么小舅子我能不认识他 这老天道能出油 我说啥你看 有大的不算小的 快一点 天哪办得去 我说都是真事的 你说他不出油 哎呦说啥呢 大叔说这样 老天道呢 今儿都没什么的车呢 让别人接走了 咋又有新段子了 没啥新段子 瞎请瞎请 瞎白乎吧 你说说你说我听听 你说好了我说我请你喝酒 我这说呀 我那小舅子来咱们秀水当书记这事呢 真的假的 你不说爱 他不真的咋的 乐的不说牛 那我真的请你喝酒 真的 真请我喝酒 你看当这么多人面我能给你撒个谎吗 那太好了这 这都给你吧 那天能讲 真钱 我能给你假钱吗 你说 可你爱吃的你买点 弄点酒 咱家来好好喝两钟 好嘞 我说 那你就在家等着吧 我说帮你这个车子借我用了 老天道你会骑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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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焯点心吧 你买点我 摔不了啊 强子 快回来买东西来啦 胡老板老天道 走了 哥哥 坐好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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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卖啥呀 哎呀 哎呀 李主任哪 谁都要在我家喝酒 这些钱可汤吃面了 你这你抛满了他你抓还急啊 哎呀 李主任嘴急 你不抓紧还行吗 哎 走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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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东坑不走了 给我打的车子嘛 嘿嘿嘿 你那不骑着走啊 哎呀 哎呀 嘿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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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